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們 靜勇有限公司的創辦人 歡迎陳瑞維來做我們的創業訪談 我們的瑞維很特殊 就是其實我們是從英國高學歷回國 但是其實這如果在台灣人的觀念會說 你本身長才是念了會計以及器官 但是我們最後玩了咖啡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轉折 我們來分享一下為什麼會做這一個方面的創業 主要其實原本我不喝咖啡 主要是因為我 這更特別的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有一個朋友他要創業 然後想開一間咖啡館 基於要幫助 兩類插刀 就等於是投資他 後來是因為我對咖啡的興趣越來越濃厚 就自己開了一個烘豆工作室 如果嚴格來講其實他本身是你 帶入這個產業的貴人呢 對 我不知道要怪他還是要感謝他 都是喔 其實他在某部分有幫助你成長 因為他有讓你去學習面對 都是恩人 是 可是透過這個部分的一個陰錯陽差 反而讓自己對一個烘豆的一個失業 產生很大的一個興趣對不對 對 那其實是在創業初級也讓我們有遇到蠻多的挫折 我們來前段分享一下我們印象深刻的挫折 恩主要是人跟人之間的溝通 因為每每個人對同一件事情他有不同的觀點 對 那我覺得在溝通上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是 那一開始我們在設定可能大家的股份的時候也沒有說誰是絕對比較大股 或者比較小股大家都是等於是都差不多 是 所以 你就必須要去聽取每一個人的意見 我是主要的主力人 那 我的股份不是最大最大的股份 對所以 就變成是 牽涉到現實面反而沒有決定權 對沒有決定權 但大家還是會尊重我只是 對有時候的意見相左就是 我也不說這個是吵架啦 只是意見是真的 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有些股東他可能會覺得 他想要不斷的閃電 那我那個時候是覺得應該要先把紅豆的訂單 拉起來 對 那光是這樣子就 經營的理念有一點不一樣 六個月就一直反覆在討論這個問題 對 就是公司現在這筆資金到底是要去買紅豆機還是要開 另一間店 是 對 所以其實在我們初期就遇到這樣的挫折喔 在我們的一個 營運上面有獲得不同的一個意見的方向 所以其實讓我們的品牌經營上有一點點遇到挫折 對 那反正就是 大家的 方向不同 然後 停順點不同 那當然有一些股東他就離開 這樣子 後來 也是有遇到真的是非常挺我的 股東 就真的是出錢然後都 都不會過問公司的事情 就是完全的信任 那因為我們是男生嘛 所以就是 有做好我們就是跟股東分享 那沒有做好 因為決定權都在我 所以就是我來負責 對 這是氣魄 本來就要這樣子 你如果什麼都要聽你的那就要你負責 對 這是很現實的 那當然其實 所以我們在面 面臨營運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會更加小心喔 可是 當然創業不會都是順遂的 所以其實在我們的創業路上面遇到了兩次的一個不一樣的挫折 一直是因為我們在做一個平台的部分 反而讓我們在營運上 對那個時候只是覺得說 既然我們都是烘豆師然後很多朋友也都有烘豆廠 我們只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直接跟產地來做連結 就是我可以跟他講他豆子怎麼樣 可能他明年或者是後年他可以去 呃 更精進 就是他的產品會更符合我們的我們的需求 因為 畢竟是我們在烘豆給消費者 對 原本只是想說我們可以架設一個網路的平台 可以讓產地的人 把他們的豆子還有介紹 然後我們來平台來做媒合 我們就是把它丟給一些 不管大小咖啡館 或者是 烘豆廠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跟 那時候剛好也有朋友會 是拉丁美洲人 他也可以 做翻譯這樣子 結果 平台做著做著變成我們 用現金去買了一瓶豆子 要來幫他們推廣 然後我們本身也不是很會賣 生豆的 專業人員 然後 對這個貿易也沒有非常的動 所以就是 就300萬 就 花了一點學習費 對就花了一點學費 學到一個 教訓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平台也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做起來 然後 跟我們幫他推廣的這些 後來也沒有把 好像也沒有要繼續合作 就是 就是當初的計劃沒有辦法很完整的一個好好的運作 也許時機不對 也許 當時的裡面還不夠完整 會 很多營運的方式每個細節都會影響 但是後來這也是讓我們學習到一個學費 那再來就是我們有另外一次的一個經驗對不對 又因為一個 疫情前我們遇到一些事情 因為我從創業到 2018年 我每一年都要換新的烘豆機 因為烘豆量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 我就毅然決然覺得說 其實 我們現在的 烘豆量 每一年都是 1.5到2倍在成長 我就覺得說 大者很大的道理 單子會越來越多不會變少 那我們一天把產能的機器 提升對不對 提前先買 買起來 所以在未來的三年或四年 或許我們 就不需要再擴增 慘了 對 結果在 機器買了 貸款了 400多萬 然後 疫情就來了 是 學本無歸 很大的打擊 對 所以這個也是 可能對市場 過於樂觀 對 然後沒有真的是把風險給評估好 但是這也是一個經驗 其實我們都沒有辦法預測 世界狀況怎麼變 可是我覺得在一個 營運投資上 本來就某一些時候我們是需要做大膽嘗試的 這是沒辦法的 但是 剛好遇到一個實際的狀況是 這樣 可是我們 懂得在讓自己在一個內境中 我們又 翻轉 我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的品牌其實營運的很好 反而是推廣到我們自己在品牌面 嗯 就不是一個 背後一個 比較是 轟動一個 事業了 那我們來談談這個 後面的這個轉折 因為 因為主要是 我們 我們的品牌一直都是 別人都是focus在 神域咖啡 他就是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裡面的人員 好像技術都很強 對 所以 真的要喝好的咖啡 我們就會去神域咖啡 這樣子 但是我們 其實 沒有很想要 只吸引咖啡人 因為畢竟咖啡人是非常的 少數 然後我們希望吸引更多的就是 呃 我們希望他本來沒有喝咖啡 然後他可以來我們這邊打卡 跟我們一起做分享一起做聊天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互動 對 然後 成為我們的忠實客戶 對 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視覺上必須就要有 做一些改變 我們想要做但是 以我來講我本身我是技術者 我可能會有太多 我覺得 不要這樣子做 不要那樣做 所以 有一次就 跟我一個學生聊 也是我們現在品牌的一個主力人 那我就有問他說 其實如果 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神域這個品牌 是交給你去做 規劃或者是開發 你會怎麼做 原本只是這樣閒聊 他就 開始 我們就討論啦 然後就越來越多想法 然後最後就是 博爾店的成立就是把 這個 所有的想法就是在那邊實現 一開始定的目標幾乎是百分之百達成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成績 那我們來談談我們這個轉變 我們後來在博爾其實就實現我們 這個店的一個主要營運的一個理念 對不對 我們請瑞瑞來分享一下 我一直都覺得說 東西不是說 你就好吃 或好喝 因為我們以技術者來講 我的東西就是很好喝 然後我的東西就是很好吃 我們都覺得 這樣子就會吸引到消費者 其實有時候 我們 不見得是我們想的 這麼簡單 跟直接 其實我們 其實在北中南 我們也 常常跑 就是我們 想要去取經 就是說 別人的店是怎麼經營 就是 明明5點才開 4點半大家都在排隊了 對 然後我們大概也排了一個小時 進去以後吃了我才知道說這個是一次店 我之後不會再來 對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有這麼多人下去 就是 排隊 爭先恐嚇的想要去吃這個東西 或者是 想要去擁有這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光吃 吃下這個排隊的人潮市場 他已經可以存活3年 對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同業問我說 你自己是烘豆豉 為什麼你要開拉花店 就是 我們每一杯咖啡都會做 做不一樣圖案的拉花這樣子 那我只是 我後來想了一想 為什麼我要做拉花店 那其實就是 你在喝一杯咖啡之前 你會先看到 對 所以眼睛先吃 手機先吃 最後才是 嘴巴跟鼻子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如果我們的豆子都是85分 那我已經贏你了 對 因為我的東西 比你好看 是 對 所以我們就 後來就決定 品牌要轉型 就是視覺的東西要先做 對 所以我們找了新的設計師來設計新的店面 然後也讓 更有美感的 嗯 就是我那個 我們的主力人 去 現在就是全全去handle 店面的 開發 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次證明喔 視覺效果 這是 現在的眼球市場真的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是 我們的 怎麼樣呈現的外觀的視覺可以吸 吸引人才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基礎上我們自己的品質上面一定會顧好 我們才有資格談這件事情 反正我就是負責 豆子東西 不是啊 豆子就是咖啡一定是很好 原料的品質是好的 對 然後教給他去 技術 對 是 然後最後呈現了 我們 我們的外觀的一個視覺效果一定要是 吸睛跟那個視覺衝擊感 讓人家有印象深刻 對 那 這個會對我們自己本身就好的東西 他可能會有120分的一個加乘效果 對 那再來我們來談談其實我們有一些很特色的飲品 其實也是我們主打一個招牌 對 就是我們會 把 譬如說 蒸果啦 水果啦 是 反正 不一樣的東西我們都會想要把它跟咖啡融合在一起 因為 我記得10 10年前還是10幾年前 手搖飲店就開始 把水果跟 茶混在一起 是 然後 也大賣 然後疫情期間我們其實也 觀察了很多 不管在泰國啦 日本 香港 中國 甚至韓國的一些新的咖啡品牌 對 他們是怎麼去操作他們自己的一些視覺 那也是都把很多食材全部都加在一起 然後 當然有一些我們去喝就是 他們兩個東西其實沒有融合的很好 是 但是因為視覺上大家還是都去排隊 或者是他取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名字 對 然後很多人就會去喝 但是我們有時候喝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 其實 我們還是秉持著 消費者來他一定要覺得那杯東西是好喝的 不是說只是為了那個名字 或者為了拍照而來 對 因為我會希望他來第二次 或來第三次 甚至 以後我們在別的地方有開店 他會再想要去拜訪我們神域咖啡在不同城市的 分店 所以我們秉持著這個我們 有時候就算是 喝到了一些東西覺得問號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但是很多人要去排隊 是 我們回來我們就會想說 那如果這個東西把它做的好喝呢 對啊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能 不是 第一個想出來 但是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比 原創還要 還要好吃好喝 對 是 所以我們最終目的當然是我們這一杯 我們先提 第一點 第一點我們一定要是吸睛 視覺效果是好的 再來第二輪我們是要創新跟創意的元素 第三是 我們要結合的比別人更好喝的一個概念 最終我的呈現效果 到嘴巴的口感是最棒的 這是我們想帶給消費者的 再來我們來分享我們這個品牌一個短中長期 未來一個營運藍圖是什麼 短期 我應該還是會把 店面的發展 放在首要位置 所以我們暑假後 會 規劃一間新的店面在高雄 然後可能年底或 明年年初 還會再規劃第三間 對 那接下來 明年的重點可能就會 放在中部或北部 是 希望在不同的城市也可以 有更多就是神域咖啡 這個品牌的分店 是 然後中期的計劃我是希望可以把 營運的 系統拆成主要四個部分 就是品牌 店面品牌的營運 然後紅豆廠 然後 貿易外銷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教育培訓的部分 可能可以做一些技術轉 技術轉移 或者是去當其他企業的顧問 那長期的目標當然是希望 未來可能在 世界上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神域咖啡 我現在最想的 其實最想的就是在倫敦的 Coving Garden 還是就是 一個街道 三角窗然後就看到我們神域咖啡的獅子頭在那邊 他就會看到我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沖咖啡 我有看到意象了 我覺得任何的事情是 我們要先相信未來這個目標 我們才有動力往那個方向走 我相信它會發生 是 蠻期待的 這樣子 希望它成為一個世界 是 未來我們都期許它的發生 那最後我想請瑞維來分享 針對一個 我們自己也是一個創業小牌 踏入這個產業 如果我們要給年輕人給一個創業者的建議 你會怎麼提供呢 我覺得現在雖然很多年輕人的 理想都是很創新 很多東西都是別人沒有做過的 然後我覺得都是很有 很有噱頭 吸睛度也都是百分之百 對 但是我之前有看過一本書 他說你如果要開始一個企業 對 他如果沒有辦法做一百年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開一百家 這個東西就不會持久 是 所以我覺得 去經營一個品牌也是這樣子 雖然說現在這個東西看起來很新 然後大家也都是 很狂熱的想要 爭先口後想要來 來打卡或者是來拍照 但是我覺得品牌的 長期規劃就是 如果以一百年來看 這十年或者是這一年 你應該要怎麼規劃 然後未來你要怎麼規劃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你這個 你這個系統沒有辦法複製一百次 那這個東西就是不會持久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太過 樂觀 對 我以前就是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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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好啊 做平台OK啊OK啊 人家說可能要先第一次買三百多萬的 OK買買買 對 對 就很樂觀 然後都會樂極勝貝 是 聽起來像說 我們有時候的理想 過於龐大 他會偏離我們的主軸 反而是你主要的 你真正的核心的一個 想創造的品牌理念 那我們focus在那裡 可能會讓我們的品牌 可能更單純 對 而且是一個永續經營的一個方式 會是最重要的 是 今天很謝謝我們瑞瑀帶來的創業歌詞 非常精采 也期許我們的神韻這個品牌 未來插起我們的英國倫敦 Yes 期待OK謝謝 謝謝